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民族独立问题闹得很僵 英国对国大党说 你先全力支持 英国打日本 德国 战争结束后就允许印度独立 国大党说 你立即让印度完全独立 我们才能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 双方的争执之下 日本已经暗中联络国大党 表示愿意出钱出武器支持印度独立 这些情况必然对中国不利 因此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出面条件 让双方的紧张态势缓和下来 丘吉尔也希望他规劝印度人民拥护英国抵抗侵略 蒋介石复复在印度 蒋介石先同代表英国利益的印度总督林立斯哥会谈 他要求英国立即同意印度实行自治 激励印度人民尽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 避免被日本钻了空子 但是林立斯哥毫不让步 断然拒绝 蒋又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会谈 劝说尼赫鲁接受英国的条件 放弃不合作政策 先参战 战后再寻求独立 同样 尼赫鲁也很不给面子 拒绝了蒋的建议 蒋介石服复于甘地 蒋介石分别劝说矛盾 他双方各自放弃自己的立场 辅救对方的要求 结果 他把双方都得罪了 英国认为蒋介石是印度国大党的说客 要挖大英帝国的墙角 印度国大党认为 蒋介石站在英国的一边 替英国说话 要牺牲印度的民族利益 英国 印度都没有让步 作为调解人的蒋介石反而让步了 他同国大党精神领袖甘地会面时 已经不再劝说国大党同英国合作了 仅要求国大党参加抗日战争 甘地反应冷淡 只给他一个不妨碍中国抗战的承诺 蒋介石诉美龄视察中国驻印军 蒋介石插手的这次国际调节 双方都对他不满 当然 他本人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他离开印度之前 发表了一片广播讲话 话里话脉则怪丁 印两方面固执己见 没有服从抗日大局 因为印度问题 对中国抗战事业关系重大 所以蒋介石回国后 拉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继续斡旋 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英国与印度国大党的矛盾 不仅没缓和 反而更加激化 1942年8月 英印当局逮捕甘地和尼赫鲁 一些印度民众扒铁轨 各电线 攻打警察局 遭到英军强力镇压 参考资料 张显文编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 肖如平 抗战时期蒋介石 访问印度的的考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